三星征徽 天文奇观26日上演 本月天际间最亮的两颗行星 金星和木星本周将与较小的水星 带来一场罕见的天文秀 金星和木星平常彼此距离数千万英里远 不过 他们本月欲靠欲静 一同环绕运转 就连太阳系八大行星最内侧的水星也加入征徽 这场天文秀将于26日达到高峰 届时金星 木星和水星将于日落后约30分钟 在西侧天空形成明亮的三角形 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ER 说 三星奇聚的景象相对罕见 上一次发生是在2011年5月 而下一次则要等到2015年10月 NASER 在网站上表示 这次三星奇聚的景象特别精彩 因为事物 5 月夜空中最亮的三颗行星一起闪耀 只要西侧地平线视野没有障碍物 就算是在光害严重的大城市 也可以目睹这场天文秀 天文学家建议 天文迷不妨把金星和木星当作指引 当天色渐暗 光用肉眼就可以一睹这些行星的风采 水星26日将位于三角形顶点 到了27日 金星和木星将彼此为零 距离不到一度